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中共病毒痊愈的 我和大家已经分享很多了 还有一些未来得及分享的 还有三退保平安 转告给您的朋友救了他的命 而且自己也功德无量 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内容 就有关于和三退有关系的天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看见了温神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温义是温神来做的这个事 比如说他有这个 说这个温神在天界称为十亿使君 十 时间的十 温义的义 使命的使君子的君 十亿使君 他是干嘛呢 这个十亿使君他要行天界 听天界的这个 给他下命令 比如这个 他就下了命令以后 他就行温不义 那么这个温神也分 有行这个仁义的 就是温人了嘛 就行仁义 有行处义的 就温处生了 有行秦义的 就是非秦走兽 这个就遭殃了 还有行古义的 那就是庄稼 让他得温义 那绝产了嘛 颗粒不收嘛 等等嘛 就是 行仁义的呢 他又划分为什么呢 这个比如说行斗义的使君 还有三义使君 还有脑义使君等等 人类的每一次温义 在另外一个空间里 都有这个温神出现 温神出现就倒霉了 这个温神出现就温神 也知道吗 我看见过一幅游画 这个画的是这个罗马发生 威仪的时候啊 行威仪的天神 拿着一个棒子 除一户人家的大门 就是拿那棒子 除几下 往门上打几下 这个这家人家 就死几个人 所以说他这个提前都安排好了 谁家死多少 死几个人 死男死女 死老死少 就是哪个人该死 他都定好了 然后他们下来 就来做这个事情了 看画的时候 这个就想到了说 原来西方对这个行神 这个天神行神 行温不义 叫行温不义 就是发生温义了 用的器皿 就是拿那棍子 拿那棒子 往谁家门上一除 除一杀死一个 除两杀死两 就是这种形式的 那么十亿使君 在东方行温不义 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呢 这个是一个大把地子 他这个在2020年1月2月3月 都分别看见一些和这个威易相关的景象 把它写出来 就是告诉世人的 很多人这个无神论 威易都是温神来的 那个老虎都有虎神 我和大家分享过了 他吃人是吃没有人性的那种人 他都不是人了 非人 这个九评共产党编辑部写的那个文章 就是非人了 所谓非人就是没有人的道德了 你看表面上也像人一样 有四肢 有人的这个外形 但是他的这个思想 他的道德 那根本就不是人的 所以呢 老虎就知道 这个大把地子看到的也是他贴幕看到的 那我和大家分享了 看过这个 有好几个这个看过和这个阎王爷见面的 还有这个阎王爷派来的使者和这个大把地子见面的 传递的都是阎王爷的一些信息 这些都是百分之百是真实的 有的人可能不相信 像那个武汉 那个就是 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地下室 那个有的大把地子贴幕看到 那个地下室就是部队管理的 专门就管制生产生化武器的这个 在地下 那地上的人 不属于部队那一部分 他都不可以进去的 都有军人把守 那么在那里有些大把地子 就是被他用这个活体做实验 这个病毒毒不毒 能不能毒死人 用大把地子这个 这个就是说活体来实验的 那么武汉又出现了几百个大学生 不见了 活不见人 死不见时 那很有可能就在武汉 这个病毒研究所做了人体试 要不怎么解释呢 这个人到现在也找不到了 多少年了 这个过去的这个 你说这个一些预言的 包括这个 这个有名的这个推背图啊 还有刘武温的好几部预言的 还有这个像这个最著名的 这个圣经启示录 这都是这个有功能的人 他们看到的 跟今天这个看到瘟神是一样的 你说那不真实 那是最真实的了 这个先讲一月份看到 看见可怕的版图 2020年1月中旬 我和同学这个学法以后就看见了这个 中国的版图出现了 一个黑乎乎的人形 握在整个版图上 由里向外浮现出来 在这个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上都有可怕的黑手 握着可怕的刑具 这个身体还在向外扩展 那些黑手还要越过高山和海洋 要把更多的生命抓在手里 你看看见这个中国的版图啊 一个一个人形爬在上面 这个人形到处都是可怕的黑手 这些黑手还带着这个刑具 向外扩展 那就是像国外一开始是这个武汉 武汉的全国 一开始是这个西藏 后来西藏也有了 就是要把更多的人问死 这都是计划好的了 然后那个一位同学说 现在武汉呢 肺炎在中国流传开了 除西藏外 其他省都有这个患者 这个他看到 他并没有跟他那同学讲啊 他心里想了 其实都有了 西藏也有了 世界都要有了 全世界 现在都200个国家了嘛 然后第二个 就是二月份看的 看见温神 在二月下旬的一个晚上 我正在忙家务 一抬头 看见一个食欲食君 也就是温神在空中 他一身黑色的装束 手中的拿着一个紫色的皮囊 脸上罩着一个黑色的面具 面具上的这个鼻孔喷燕 就火焰的燕啊 眼睛渗红 正在回望向西南 回望这个向西南方向 并且在心中嘖嘖称奇 我顺着他注目的方向 望去呢 看到他关注的 正是我哥哥居住的地方 十一时君 知道我看见了他 回过头来 宅下脸上的面具 露出天神的原貌 他对我说 你哥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将来他也是一个猎先般之人 我点头称 点头认可 其实这个大法弟子的哥哥呀 我得先讲一下 你看看啊 就是因为他还不是大法弟子 就因为他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 那连这个温神 温神他也有功能 他能看到他的哥哥将来的巨像 是一个猎 为猎先般之人 谁先的先呢 将来他原神这个 就是他在人间这个阳寿 过后呢 他将来上天上当神仙去了 至于是哪一成天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想想 善待大法 是不是 这个大福报 一个常人里都不修炼 你还能成神仙 只能往下走 一生造了多少业 可是在最大重大的问题上 法轮功问题上 你表现的好 你的命运彻底的改变 与此同时呢 我又看见另外空间 出现了两个册子 这个很重要啊 两个册子 什么册子呢 一本册子就是金色的 另一本是黑色的 这个金色的册子里面 记载的人都是三退的人 这样的人呢 将来都有好的具象 你善待大法 你三退 你扬寿主要结束的 因为你没修炼 你不会成神 但是呢 你的扬寿结束以后 会有一个好的 一个好的去向 还有一本是黑色的册子 上面记载的人都是 额前带有 邪党标记的人 就是如果党 如果团 如果对的党员 团员上线 对员 额头 你看不见 就在印堂这个地方 还有你的右手上 都被打上了 瘦的印记 就是中共的 中共的这个党徽 这个镰刀锤子 这样的人就危险了 这样的人是必须被淘汰的 这次躲过去了 躲过初一 躲不了十五 还有一次大清算 大瘟疫 招病目死 那个是一定要 要淘汰的了 我们一再和大家讲 这里面也讲到了 是不是 因为我居住的小区 出现这个中共病毒 这个病例 小区被封锁20天了 我在一年中说 因为行文不易 邪党这个封锁小区 使大法弟子不能救人 心里着急 十一使君说 二十多年来 听着这个温神讲的话 二十多年来 大法修炼者 给世人讲真相 有多少人不听真相 你送到各家的真相福音 又有多少人珍惜呀 时间真的很长呢 世人好坏不分 人心除化 畜生的畜 人心除化 追随红膜 业力滔滔 招致十一 那你这样的要被温了 招致十一吗 说话间呢 从这个十一使君 携带的信息来看 我知道 他还不是行文不易中 这个顶级的使者 但是呢 级别也很高了 就把他列为第二吧 这个时候 从宫中又聚集过来 这个四位十一使君 他们都戴着面具 分别穿着紫色的 蓝色的衣服 还有褐色的 还有这个 这个绿色的衣服 腰间的都挂着一个皮囊 他们行色匆匆 招呼十一使君 快走 要到另外一个地方 行文不易 到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人就死 这个问题 可是不是欢迎的 可是你欢迎不欢迎 他该来 他都得来 你要不欢迎他 你就做好事 你别做坏事 特别是对法轮功 这个不要有负面的表态 你三退了 你对法轮功 没有负面表态 这个十一使君 是不光顾你的 他都有原则的 要走的时候呢 黑色装束的十一使君 对我说 我还会再来的 说吧 戴上面具 又和其他十一使君 说起他看到的 那个聪明人做的事情 然后五个神呢 就驾云而去了 这个我理解啊 这个十一使君 对他这个大马弟子说 我还会再来的 他还会再来啊 那就是下次大门一了 那就是招并目死 死亡率百分之百的 真正的淘汰的 全都是没有三退的 就是那个 另外空间 那个黑色步子上 那个人 十一使君 所说的聪明人 就是我的哥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家亲戚 这个在我家亲戚的眼中啊 哥哥是个实在的人 有的亲戚认为他傻 因为他哥哥不知道赚钱 不知道娶媳妇 花钱大手大脚 家族中谁有困难呢 他都去帮助 接受帮助的人的背后 还笑话他赏 我觉得十一使君 认为我哥哥聪明 是因为他认同大法 这样的人才是最聪明的 认同大法 善待大法 你善待大法 你不是善待别人 善待你自己 他的哥哥就是这样 他这个 他买那个最好的水果 最贵的水果 给那个就是这个同修家里 上供啊 这个供奉师傅 他去了 每次去还上香 还买最好的水果 然后呢 他这个 对大法弟子也非常尊重 有时候大法弟子 给他讲真相啊 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 然后他又说 我家亲人 这个也练功 和你们都是一样的 有一次出差呢 他找了一个旅店 和店主讲价了 然后进了房间一看呢 墙上就是挂着 那个大法的图片 他就知道 这个店主是练大法了 马上为自己的讲价 觉得不好意思 他就找店主 要多给钱 店主说啥也不要 后来只要他到这个地方 他都一定要住这家的店 然后呢 他还请同修 这个不修炼的家人吃饭 劝同修家人 要体调大法弟子 像这样的人啊 也这个也不少 但是呢 这整个大法弟子家属中 很多都是反对大法的 反对家人修炼 这样的人一定得大恶报 就在法轮功的问题上啊 他这还有其他一些 比如说花真相币啊 他拿很多真相币 给别人这个花出去 找那些做买卖的老板 要不要零钱 然后他一杂一杂的 这个都是一块钱的 这个小票面的嘛 把他那个钱都换 你看他做这个行为 给他自己接负得的 我们其他朋友 你这样做了吗 他哥哥的事 我就不相信讲那么多了 然后他就说呀 对我看到的这个景象 我有如下的感悟 第一呢 就是这个瘟疫流行 是有原因的 人心败坏 道德沦丧 好坏 这个善恶都不分了 亵渎神灵 遭来灾难 在古的时候 古时啊 这个瘟疫流行 明白人都知道是天谴 第二呢 十一使君对我说 我还会再来 意味着他还会再来 时间紧 大法弟子 还要抓紧时间 讲真相 劝三推 救度世人 第三呢 世人对大法的尊重 会给世人带来 极大的福报 世人说 人类对大法 在世间的表现 能够体现出 应有的虔诚与尊重 那会给人 给民族或国家 带来幸福或荣耀 天体宇宙生命 万事万物 是宇宙大法开创的 生命背离他 就是真正的败坏 世人能够符合他 就是真正的好人 同时会带来 善道俯寿 作为修炼人 同化他 你就是个得道者神 这个大法师后 这佛主讲了 说你善待大法 会得福报 那不就是 你看他哥哥 就看到他 我眼见那个问神 就告诉他 未来列入先半 就是称神仙了 当然这个不是 应该不是超过 三界的那种神仙 但是那也是常人 你是求之不得的 第三个三月份 看见金色的希望 在三月十八日 我在学法时 看见眼前出现一片金色的光芒 在金色的光芒中 我看见了一个金色的手 散发着柔和的光芒 那光芒和跳跃 在跳跃 在排列 给人以温暖和希望 我的直觉是 金色的手和大法相关 我心里认为 那是师孙拯救世人 拯救众生之手 三月十九日 我在学法时 眼前又出现了一片金色的光芒 金色的光芒中 我又看见了金色的手 在金色的手心出现了神韵的镜头 当大海这个大海啸来临 巨浪翻滚 人类面临灭顶之灾时 伟大的师孙出现了 在挥手之间就解了这个巨灾巨难 这个金色的手 是这位大法弟子 他理解的 很可能就是 大法弟子 大法弟子的师父 李洪志大师 在某一个时候 是现在还是过后多少日子 那我就不知道了 他这个手 你看上面那个卫衣的手 伸出来有卫衣 这个金色的手伸出来 那只能是佛主的手 可能是 就让这次这个卫衣暂时停止 害给人留一点时间 对这次瘟疫去悟 留下的时间 你赶快三对善待 遂应法轮佛法 你的生命好留下来 如果这个主佛 这个不出手的话 我看任何人 他也不会阻止得了了 那往下看吧 这个都是悟的 你就像03年这个SARS 突然戛然而止了 这个共产党又没有说 他用什么办法战胜的瘟疫 人类永远战胜不了瘟疫 只是瘟疫不想瘟你了 那你就停止了 这个历史上这样的案例 我们讲过很多了 那么这一次呢 这个瘟疫正在进行当中 这个在下次分享 我在谈嘛 像美国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是大法师傅 出手的目的啊 同样是善待众生的 但不是说 你不符合新人类条件的人 也不瘟你 早不瘟也是下一次的事情 现在给时间呢 这个真的是无量的慈悲 一直就在拖延这个瘟疫的时间 这个共产党灭亡的时间 就是留给众生来醒悟的 那么如果说啊 这个是 那个时候是出现拐点了 人类你没有拐点了 你怎么出现这个拐点 你用什么方法来 来止住这场瘟疫呢 哪个国家 能做到 你做不到 谁也做不到 那往下看吧 这个都是个人体悟的 我们不保证他的完全 因为这个 这个他没有 这个是写的那么明白 显现的那么明白 这是他误的 我也和这个作者一样 我想也可能是 就是我师父的慈悲吧 就像那个印度洋海啸停止了 还有萨斯停止 但是这个人你是不相信的 有的可能还骂 你骂吧 随便你了 这个总有一天 全人类 其实另外空间 所有的空间 都知道我是不是谁 那大马弟子也都知道 只是一些常人 特别是受中共这个